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王狗 我是小咪 我們人呢現在在瑞芳的猴頭貓村 這裡呢就是以前 有一個名為貓夫人的攝影師 來這邊尋找貓咪 結果就發現這邊這個聚落意外的有 非常多的貓咪 所以就開始找了很多團隊 一起來救援和餵這些貓咪 這地方就漸漸變成了一個觀望景點 那今天我跟小咪 來到這個地方呢 是因為有兩件事 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們看到一個新聞 這裡有一起命案 他們的屍體呢被發現在房子裡 直撞著 甚至跪著的 另外一個女生呢是躺著 非常的跪 據說是做那種驅邪的人 也會在當地這裡 在他們家門口做法 直到他們案發的那片附近的狗 一直在捶高雷 才發現他們可是在家中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這裡 做一個關於貓的女子傳說 這個貓的女子傳說呢 需要兩個玩家 一個說說人 然後一個聽的人 說的人就要開始說一段咒語 據說說完這段咒語之後 附近失去的貓的靈魂 就會出生在聽的那個人的身上 聽的那個人呢 那背後就會多一道貓咪 說完這個女子傳說之後 便到那個命案現場看看 因為說裡面有說到 如果你在貓的 用比較多的地方 或是比較陰的地方的話 這個 都市傳說更會經驗 對就是一個這樣的 都市傳說 等一下就先找一個經驗 經營這個傳說 好趁我耶 好可愛喔 你好聽話喔 在你們旁邊做都市傳說好不好 那邊有隻在睡覺 走我們先去 往前面找找看 看這附近 有沒有什麼 可能會比較多 東西的地方 真的好多貓喔 這裡 這是貓咪的居蘿耶 好可愛喔 好貓村12公尺 貓村鳥肉麵 其實我以前有來過這個地方 好像其實貓過的沒有很幸福 而這邊的狗過的比較幸福 在那邊吧 貓村 一個房市上面 上面會賣斗毛棒什麼的 有一個嗎 有一個嗎 有一個那間房子在哪 真的假 你感覺到那間房在哪 那一圈 這個房子 好啊 我們等一下去找看看 莫安的車站 應該就是這裡就往貓村了 好可愛喔 貓咪公不然 貓死掉耶 喵 客棧裡面的 這裡竟然也會有貓耶 哇 這隻好特別喔 喵 他在想叫 可是沒叫什麼聲音 又叫聲音 他說喵 這裡還蠻不錯的就是 胃口蠻好的 我記得那邊是往貓村 找一個點 怎麼不會來 這裡的貓都會叫的來耶 好可愛了吧 好可愛 這隻貓受傷了 他的頭 好可憐喔 這或許就是 那個新聞上講說他們很可憐的原因 就是 也沒有人真的在照顧他 我們才想做貓是這款遊戲 遊戲來喚醒大家對貓的意思 有下跟上可以選 我們選著走 上面中間那邊 這隻要跟著我們 寶貝 每一隻都叫寶貝 他是剛剛那隻寶貝啊 你看他跟著我們耶 哇 兩個小公主 兄弟姐妹 你們是姬姆亞喔 不用等著他們眼睛 你們要帶我去哪裡 我們想要做都市傳說 你們知道哪裡可以嗎 都市傳說療癒都飽耶 走 看他要不要跟著我們 欸 第二隻寶貝 哇這隻很喜歡爆蟲出來 等一下要找那些屋子的話 感覺有一點難度喔 我們現在走到 手電筒沒電了 欸 這是那些房子嗎 我們直接到這個地點了 就是這間 你們看這個鐵板 這個鐵板 旁邊一個窗戶 是不是沒有一樣 跟我講的方向是一樣的 就從那邊指的上 對啊我們剛在下面那邊 下有說他覺得在這裡 好吧我們本來是想說 要做一下都市傳說 再找到這裡的 結果我們走一走就到了 對 那我們就 乾脆直接在這邊做 這個鼻子傳說 我們直接讓他這個門口 挑戰 貓的這個鼻子傳說 我們現在已經在這個 房子門口了 相機加在那邊 時時監控我們的狀況 剛剛那些貓咪在等我們 對 小蜜香躺著 好 躺著 對 我要揉他的太陽穴 讓他放鬆維持 我會一直想往左邊看他工作 給我看一下左邊 媽媽你放鬆了 對 放鬆了 然後我準備來念那個咒語 深夜 你正穿過一條黑暗的小巷 你是那裡唯一的人 地面被雨淋濕了 我巷裡堆滿了垃圾 但是你會聽到垃圾桶裡的動靜 你加快步伐 想快點離開小巷 但後來你看到一些東西 紅眼睛 發光的 紅色貓眼 你想要快點離開小巷 於是 你就開始跑 他開始追你 跳到你的身上 把你給刮傷 貓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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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接著 成功的話 小蜜的身上 就會有貓的爪痕在他背後 如果沒成功的話 還要再唸第二段咒語 小巷有一隻貓 沒有 正常 小蜜跟他上面有轉好 我們在唸第二段 從前有一位老太太 牠養了一隻貓 貓飛蛇 有聽到嗎 有 真的嚇到我 蟲怪的 有可能是蟲吧 謝謝 因為我背後 又有 因為我拍的時候我看不到背後 所以我會有點恐懼 那是在 從前有一位老太太 牠養了一隻貓 貓非常好 喵喵叫 發出咕嚕咕嚕 等一下 怎麼了 剛剛有個聲音 你有沒有聽到嗎 有一個 嗯 我有聽到 那你有聽到嗎 嗯 我有聽到 等一下 有了 可是我覺得那個是 風之類的吧 我在想 我覺得有聽到 可是我不知道相機有沒有聽到 很大聲 在左耳 牠蛋餐只有在我左耳 我也是左耳 就這裡 這裡嗎 這條在我這裡 好 來 這有點恐怖 來吧 有一天 貓被撞死了 貓抓 貓抓 老太太又養了一隻新貓 那隻貓非常的卑鄙 濕濕的坐下 抓著你 貓抓 貓抓 又到了某一天 牠又被撞死了 決定不再養貓了 貓抓 貓抓 這是第二段 捏完之後 也據說你的身上會有抓痕 這個故事有點恐怖 我們也沒有什麼 有點陰涼而已 一起來檢查 我們最後來看小米身上的貓抓 如果有的話 代表牠多了一個新場物 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故事就不要再繼續了 牠說表示今天貓不想來 你當牠主人 缺客家 看起來很正常 那我們現在就 趕快離開吧 對 沒什麼事我們就先趕快撤離這裡 然後 山下回去了 或許趕快再說 好 拜拜 拜拜 大家可以 牠在幫我們帶著耶 對啊 牠在幫我們回去耶 牠也可能跟著我們 應該表示我們沒事吧 那是蠻清幼的一個 小鎮 小鎮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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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要往哪裡走 小鎮 小鎮 就那個傳說中說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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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